做凶师兄还是做温柔的老和尚 有这样一个小和尚 非常乖巧而又老实 他对师长的吩咐 必定言轻计从不敢带来 这一天他的师兄又要来找他办事了 小和尚 帮我买一罐油回来 走路小心一点不要浪费 一定要端好 一滴都不能撒在地上 知道了师兄 一滴都不能撒 小和尚因为师兄的反复关照 所以特别紧张 小心翼翼的拿着油壶 生怕一滴油撒下 师兄说的一滴都不能撒 如果撒了 师兄一定会发火 然后告诉师父 我也会受到责备 千万小心翼翼都不能撒 开玩笑 一滴都不能撒 Vin 二滴都不能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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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油 你这个小和尚 我特意交代你 要注意不要弄倒 你看浪费多少钱 走 和我去见师父 熊师兄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师父 你看这小和尚 我叮嘱他千万要小心 他还是把油给撒 白白浪费了钱 来来来 没关系 师父这边有钱哪 你到山下再去满油来 你难得下山看看风景 你慢慢走 慢慢欣赏 不要急 如果真的弄翻了 师父这里还有钱 好嘞 师父 这个小和尚不是刚来过吗 师父真好 让我再下山一次 哎呀 原来一路的风景是那么美丽呀 好美的金座呀 好美的金座呀 小和尚开心地走在通往寺庙的台阶上 这一次他没有一个劲地盯着罐子 而是很放松地走到了寺庙门口 凶师兄和温柔的师父都站在门口等他 这一次路上你看见了什么 师父 山下的景色很美丽 我看见了糖果 看见了鸭子 还有绿油油的摆铁 小和尚遵循了师父的话 编走最新长的一边 下次还让我去吧师父 对待小朋友其实是要讲究一点方法 不愿动脑筋的家长 就像那个凶巴巴的师兄一样 总是会誓愿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